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北京 我今年二十三 然后在这边上语言学校 其实那个老师跟我推荐了不少语言学校 然后他说就是有 就有好有坏 但是他说C的算是就是教学质量比较高啊 然后就是同学也都 就是老师同学都算就是比较比较友好的 然后我也听那个老师说所以就来 然后确实确实感觉就很好 来来这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而且甚至跟有些老师都会一起出去 周末会一起玩 所以对打打工啊 就现在我是找了找了两份兼职 其实然后都在学校旁边就很近 就是隔一条马路基本上走路两分钟就能到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对老板反正也 然后学习方面就是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是 Upper Intermediate 然后现在就通过三个月然后学习考试然后升到了Advice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算学习上的进步吧 课外活动就主要是C代的那个下午的课程 就是四点半的那些课 然后有一个巴西五的课 我觉得还是挺有挺能强身健体的 然后对还有就是跟朋友一起一起出去玩 然后比如说就是不一定是玩就是交流一下交换一下语 学一下英语 我觉得是有改变的 我觉得我其实整个人心态其实感觉更放松了 就之前来的时候可能是在学校是处于一种比较紧绷的状态 但来这边感觉很放松很轻松在学英语这样 然后还有就当然就是感受一下爱尔兰的文化 然后当时正好是有一个Saint Patrick's Day的那个parade 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去 然后跟身边爱尔兰人穿上绿色的衣服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聊天啊看他们的parade 就觉得有一种融入文化的感觉 对 我觉得英语学习今天来这边可能就是要体验这边的英语 英语环境多跟外国人交流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下的课 他虽然可能作业比较少 但是如果想学英语肯定下的课 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看看书 背背单词